教宗方濟國派出代表團 在這月17至21日前往敘利亞和土耳其 東方教會部部長古極羅梯總主教 由次長及他的私人秘書陪同前往兩地 古極羅梯總主教會為地震受害者提供靈性支持 並展現教宗與他們親近 由於目前沒有直航航班前往敘利亞 他是經貝魯特抵達當地 期間會會見由各宗教團體營運的組織 包括援助有需要教會 敘利亞、明愛以及耶穌會難民服務 代表團也會訪問大馬市格 並會會見天主教和其他宗派的首目和主教 教宗代表在這月的21日早上 將會與土耳其的主教和明愛代表會面 隨後返回羅馬和教宗分享他們的經驗 並不得回歷 感谢观看